今天講到Google地圖 待會可以稍微跟各位 因為這裡面有在地想導 我自己用的最多的 其實大概有幾個方向 第一個就是說 因為我的習慣已經養成 每次去一個地方我一定要照相 照相之後可以把它上傳 它會自動上傳到相簿 然後在上面有一個評論 所以我在Google地圖上面的評論 數量已經超過1000折了 而且有些評論字數都超過200個字 所以其實我還蠻愛寫的 因為一方面是分享 一方面是記錄 記錄生活 那不為什麼 有時候有些同學會問我 老師你這可以賺多少錢嗎 其實有時候你只是 如果你剛開始想要賺錢 那你不要做這些事情 愉快就好了 對不對 那第二個的話 這個Google地圖上面 我目前的那個 上傳的相片數量 因為主要的地方 我是照相 上傳 這件事情我大概已經做了超過10年了吧 上面我已經傳了3萬張以上的照片 OK 3萬張 而且照片不是亂拍的 因為我自己以前大學時代擔任過攝影記者 我很喜歡照相 很喜歡觀察 OK 然後拍照的時候盡量取那個我覺得延伸性很好的一個view OK把影片放上去 那目前我 因為3 大概3萬多張的照片 目前的相片觀看次數 已經接近了 多少嗎 通常看過我的照片 500萬 500萬算多嗎 我不知道 因為我之前拍稿叫做50萬嗎 哇 一張就50萬 之前 OK 一張照片 一張照片 觀看次數50萬 我目前的那個照片的觀看次數 他之前寄給我的 說我已經超過7千萬 7千萬 OK 那其中有一張照片 觀看次數是超過300多萬 我想說300 怎麼會這麼多人看我的照片 300多萬觀看次數 OK 原來那張照片 你們可以找一下那個 一個景點 叫做運河城 運是那個運河吧 運河 運河城 運河城 你進去的那一張照片 運河城 你點進去 運河城在那個福岡 九州 日本九州的福岡 那邊有個運河城 我只是在那邊拍一張照片 傳上去 然後被獲選為 那個景點的主圖 主圖就是一進去就是第一張照片 OK 然後因為這樣關係 觀看次數超過300萬 OK 300萬 不過你不要問我說這能幹嘛 其實開心就好 300萬個開心 對不對 其實那個能量還蠻大的 我想說 哇 因為這樣幫助了300萬個人 其實還蠻愉快的 OK 那 因為這樣關係 其實我從2012年就開始記錄我的生活 所以也就是說我的手機一定是把GPS打開 當你照相的時候它會幫你記錄什麼 第一個 記錄你的GPS的位置 也就是說你在哪裡馬上知道 第二個的話它會記錄你的時間 還有相關的資訊 所以你說為什麼要照相 其實可以輔助 Google地圖幫你辨識你目前到哪裡 利用這樣的方式還可以幫你記錄生活 因為有時候說真的你到一個地方 你可能忘記說你曾經到過哪裡 那你照張相 回想起來 其實記憶猶新 馬上喚醒你很多的記憶 OK 我從2012年開始 就每天 都把我的行蹤 通通用這樣的方式記錄下來 都用賣給Google 倒也無所謂 因為我說 我是覺得也沒什麼機密 沒什麼太多不可告人的事情 對不對 但是前提是說 你必須要把你的GPS定位打開 之前有同學說 你的手機沒有打開GPS定位 不過你練習的時候 你可以打開 也許你怕說 將來會有隱私問題 也許你可以把它關掉 OK 但是我強烈建議你可以用用看 OK 因為呢 將來如果你要寫那個旅遊文學的話 非常非常有幫助 因為哪怕我幾年前我去過哪些地方 我這樣回頭一看 我幾乎是 可以如數加增 每個每個地方 去的 甚至呢他告訴我說幾分幾秒到了哪個地方 然後我做了什麼事情 通通都很清楚 OK 好 另外的話Google相簿也非常推薦各位使用 因為相簿以前可能免費 六月份以前好像都免費 但六月份之後 他就要付費 不是付費啦 就是說他會超過你的15GB 那就會必須要費用 但是我還蠻推薦 因為主要他會幫你自動分的影像 這個他會做影像辨識 而且還蠻準確的 這裡面的話實際上 就是結合什麼 結合AI的部分 然後呢結合那個辨識 這個也是未來的趨勢 其他還有像雲端硬碟 雲端硬碟當然 雲端硬碟部分的話 裡面還有非常非常多東西 甚至裡面的話 除了可以做表單之外 其實還可以在上面寫程式 今天的話 也許我們就延伸那個 雲端硬碟裡面的一些功能 我也跟各位說明 其他的話Youtube Youtube就不用說了 網紅我想 網紅經濟應該大家都很熟悉 而且甚至有一些蠻多的人 甚至把他原來工作辭掉 去當網紅 OK 你說他的收入 能不能支撐他的生活 我覺得 倒也沒有不行 加上業配我覺得還OK 最大的優勢就是說 他自有了 他不再把他的時間賣給他的老闆 成為老闆的奴隸 OK 所以其實至少我是覺得 這一點 他這個就完全是不一樣的 OK 那後面再來就是講App設計部分 大概這學期 我的這個預期的規劃大概是這樣子 那前面的話 因為遠距教學 我要給各位一些作業 因為有些地方沒有辦法跟各位互動 所以同學發生的問題其實還蠻多的 那之後如果有問題也可以提出來 我們可以用討論的 OK 那不見得說我用的比各位來的更多 如果你有更不一樣的想法的話 也許你歡迎可以提出來 OK 那再來的話 相關的資料呢 我是放在這裡 網址其實還蠻好氣的 G需點G需斜線 因為我們是兩階段 所以前面是Cloud Cloud就雲 True後面是App 所以網址蠻好氣的 就Cloud to App OK 以後不要問我說 老師那個資料網址在哪裡 然後就有同學寫信問我 OK 這樣蠻好氣的 GG.GG 然後斜線 Cloud to App OK 那裡面的話呢 就會放我們這學期會用到的相關資料 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 然後這我就不用再show了 反正Google 吳老師就一堆我的東西 那當然 我是覺得啦 齊與筆根真的還蠻重要的 創作吧 OK 那不管寫什麼啦 我覺得 你總要找到一個興趣 把那個興趣最大化之後呢 慢慢你就是專家了 OK 因為有些東西啦 至少說我寫了一些東西 至少有一些立足之地 OK 不過前提是讓你有寫一些東西 那這些我的相關資料 這個我想大家之前都講過了 這個show一下 大概是這樣子 那證照不可免 這個之前的 好 那這個趨勢也是一樣 其中的話 為什麼要安排這些東西 那所以 目前我們課程裡面 有雲端 有大數據 那之後我想 未來如果課程允許的話 甚至以後還可以加AI OK 是不是說那個 可以自動做一些事情 其他的話 課程簡介 OK 那 今天的話 我想我們就 接著再來看有關那個 雲端相關應用的這個 那個議題 那我先把那個 畫面先還給 請各位先連結到那個 我剛剛講那個 網址 G區點G區這個 你們看一下 上面有哪些資料 畫面先 還給各位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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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